大家好,我是小尹 把大米倒进油锅里 瞬间就变成一道美食 出锅之后又香又脆 孩子的零食都不用买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准备300克糯米 或者是大米倒入大碗中 然后倒入这样的清水 没过糯米 我们简单的把它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之后浸泡 4个小时以上 再准备100克去皮的花生米 倒进油锅里 小火慢慢炸 炸出花生米的香味 炸至表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盛出来装了碗中 稍微放凉之后 再用擀面杖把它敲碎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盘备用 糯米现在已经泡好了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控干水分 直接倒入蒸锅里面 然后用筷子把它铺均匀 整理平整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蒸15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看看 现在的糯米已经熟了 然后把它取出来 然后把它倒入大一点的盘子里 然后再淋上两勺使用油 防止粘连在一起 再用筷子把它烫散 把它铺的平整一点 铺开之后 拿去放到太阳底下晒干 晒了两天之后 就已经干了 这也叫樱米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爆米花 把油温烧至六层热 放入几粒大米试一下 大米能够立即膨胀 飘浮上来 说明油温已经够了 然后分三次倒入大米 这个时候要保持中大火 哇好神奇啊 几秒钟一锅大米花就做好了 炸至每一粒大米都开花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剩下的大米也倒入锅里 用同样的方法全部炸成大米花 小的时候都是用爆米花机做的爆米花 现在在家里就能做 炸好之后 控油捞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锅中加入120毫升清水 60克白糖 20克麦芽糖 如果没有麦芽糖 也可以用蜂蜜代替 开大火 竹子冒大泡泡 大泡泡慢慢变成小泡泡 颜色微黄 然后取一滴出来 放入清水里面 糖浆能够瞬间的凝固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 倒入一把葡萄干 再把大米花也加进来 然后把花生碎也加进来 然后快速翻炒均匀 炒至每一粒米花都能裹上糖浆 像这样就可以了 黏在一起 能包成团 炒均匀之后 先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盘子 撒上一点熟芝麻 把炒好的食材全部都倒入盘子里面 这一步动作要快一点 然后趁热用铲子把它压结实 压平整 这一步动作一定要快 否则凉了就不好操作了 然后再用玻璃杯像这样仿佛的按压 按压结实 按压结实一点 等一下切的时候就不会散开了 定型放凉之后 再用刀把它切成四份 这样就能轻松的把它取出来了 然后再改刀把它切成小块 来听听这酥脆的声音 它的口感非常的酥脆 一个非常好吃的小零食就做好啦 它的口感又香又脆 大人和孩子都非常的喜欢 做法也不难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